嘿 來逛街囉 鮮鮮特輯 很多很鮮的衣服 有優雅 有氣質 有一件很有個性 它粉的是那種很耐看的感覺 它有個性的蕾絲紗 它有口袋 而且這口袋是非常順手 就可以插進去的感覺 襯身式的洋裝 去很多場合都可以 無論你上班約會 聚餐 跟長輩見面 這件也非常的適合 裡面這件它就是非常舒服 是一件短的小可愛 到這邊的 你想要綁緊一點 然後比較寬鬆的感覺都可以 就看自己囉 這種長度的裙子 其實是叫小女生穿都很可愛 就戴一個你很喜歡的高登鞋 因為夏天嘛 就是會建議拿淺色系 如果覺得它太長 可以捲起來 捲起來的感覺其實也都非常好看 如果穿比基尼的話 當然就是Beyond Coco子 擺個照衫的感覺 擺搭各種情境 都沒有問題 嗨 還記得上次這個上衣嗎 這上衣就可以搭任何高腰的下半身 這次有一個這個下半身 這個褲子 寬褲 裸空蕾絲的感覺 這件它雖然看起來非常浪漫的感覺 但是其實你也可以搭得非常有個性 擺到這邊的時候 它又更寬出去 走路起來的飄逸感 非常非常的美 夏天嘛 一定要有白色的感覺啊 沒有很想露腿的時候 就可以穿個這樣子的褲子 非常的透氣舒服 涼快 天高一點的中腰 完全就不用擔心關於比例的問題 上半身呢只要搭比較合身 清爽俐落的感覺 或者是像這種擺搭的牛仔色系 配這白褲子都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想要去海邊 然後你只想要露上半身的感覺 那你就穿一個比基尼的上半身 然後下面穿這個 完全是OK的 去海邊 或者是去度假的感覺 你可以大家拼扣小可愛在這邊 然後穿上 像這樣子的罩衫 這件是非常非常美的罩衫 有沒有 非常非常歐美的度假感 想要讓它顯腰身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把它扣起來 穿這樣的藏褲在罩衫裡面有的時候 露出來的感覺其實也非常的好看 然後搭上帽子 搭上包包 整個興奮就不一樣了吧 搭上帽子 搭上包包 整個興奮就不一樣了吧 上面有蕾絲的拼布 很漂亮 胸口的地方呢 有這個刺繡 這整件的質感質量其實非常的好 再來去搭不一樣的感覺 給你們分享囉 還記得這件褲子嗎 我想有穿的人一定會知道 直接幫你拉長比例的一件褲子 但是它很可愛 然後又浪漫 這樣應該就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得到 如果你裡面直接穿比基尼 然後搭這個去海邊 也非常的適合 夏天必備的照山之一 搭上配件感覺又不一樣了喔 換下一套 好這件是一件非常有氣勢的優雅洋妝 飄起來的感覺非常的漂亮 這件非常的輕薄 但是它不會透 夏天偶爾還是會想要就是整個防曬 這種時候呢 我就會選擇這一件 都會吸引人目光的那種感覺 這附贈的腰帶 我覺得洗起來當然那個整體感是更好的 今年也很流行的腰包 那這件搭起來也會非常的適合 搭的鞋子你也不用想太多 你可以搭類似色系的 或是淺色系 你真的不用擔心關於身材的問題 因為它就是會幫你修飾身材 好嗎 OK 那就換下一套 非常有型的一件 這件非常厲害的當然就是它的皮革感 拼接 就是這個地方就是皮革的感覺 一直到這邊 裙子 是做那種彈性的 然後它是稍有鬆度的 你不要想說 欸為什麼我收到它是不一樣長短 然後它就是不規則的啊 不用擔心就是稍有小腹的話 其實這件呢壓力也不會這麼的大 它就是中高腰 它讓你腰最細的地方 順滑下去然後又這樣 不會讓你這邊的肉跑出來 真的順著你的身材 然後也幫助你修飾 欸 內在美看到囉 對 這件是故意要讓你看到內在美的 也可以直接搭 然後呢 妳就不會看到這樣子 還有後面的線條 妳就直接搭黑色的內在美 有型 然後更有個性感 就不一樣的感覺 這件出場就是要沙底片用的啊 哇哦 好 買 這件就是厲害 你以為只能這樣子穿嗎 沒有 我們就來搭不一樣的感覺 這件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上衣啊 要說它是罩衫也可以 有沒有 煥然一新全然不同的我又出現了 看你怎麼搭 但其實都非常的好用 女人嘛 總是需要各種不同場合的衣服啊 有人覺得這些不好駕馭 其實只是看你怎麼搭而已 這件不要錯過囉 好不好 上面下面都一樣 OK 下一道 這件來了來了 注意喔這件 如果你不想要太隆重的婚禮 想要就是在戶外 然後簡單的 這件也都非常的適合 那這些不說 欸 可以直接去走星空大島啦 對不對 比較微露粗的感覺 非常的美啊 去喝下午茶這件 雖然是誇張一點 但是因為顏色色系的關係 讓這件看起來非常的融合 就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有沒有 主公晚餐穿這件 喔 超美的 讓你摔起來 把你的腿修飾得更細長 這些露腰都是幫助 讓你的腰看起來更鮮細的設計 這邊又有小裙白的感覺 它會讓你的腰看起來更細 它還是有空間的 這個空間跟這個線條 就是要讓你的小腹看起來不見 讓你360度都完美的女神洋裝 而且這仿紅色非常的難看 所以不用太擔心 你喜歡哪一套呢 我自己全部都喜歡 坐下來 抱歉 最特別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